牛肉漢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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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叫大家做手工牛肉漢堡 所謂的牛肉就是要用純牛肉 我今天就是去大賣場買的牛角肉 挑我喜歡的比例 來做就好了 那我們要撒一點點鹽 做一點點的調味 加一點點黑胡椒 那我們攪拌一下 這時候呢我會準備 一個鍋子 就會拿一點點去蘋果試一下味道 看它的鹹甜度夠不夠 所以我這個鹹度 不會調太鹹 加這個鹽巴只讓它比較好出筋 那這個鹹度我覺得OK了啦 攪拌的時候 同時其實我會用我的knuckle去捶它 那我們注意看它這邊 經過我壓之後有沒有看到 它這邊就會有一絲一絲的 所以我們只要這樣大概做一下就好了 也不要太多筋 好了之後我們就取我們想要的量 它是表面還是非常的粗糙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個方式 去慢慢把它裡面的空氣打出來之外 讓你搖起來呢也會比較雜糞 那我們今天就用 教大家做一個簡單的千島醬來搭配 來我們這時候準備一點點雙黃瓜 然後我把它切碎 切很碎 來其實呢你如果買得到那個碎甜瓜 是最好的 然後這時候準備芥末籽 當然啦美乃滋是跑不掉的 然後這時候我們再加一點點的 最主要的 番茄醬 梅林醬 梅林辣醬 一點點就好了 好我試一下味道齁 看一下這個甜度 是不是我想要的 跟這個酸度是不是我想要的 來 漢堡最主要就是洋蔥 番茄生菜 但我煎洋蔥我會做一點比較特別的方式 我會先讓它煎一下 讓它的辛香辣味降低 那漢堡排的部分我會壓一下下 做到我要的形狀 煮東西它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煮了之後它會膨脹 它就會不好看 所以我們中間這邊 我們會要壓低一點點 大火 先煎表面 這一面我撒一點點的 玫瑰鹽 然後胡椒 洋蔥我們可以翻囉 我們底部如果看到它 開始上色變咖啡色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要翻面 一樣這一面往旁邊撒對不對 撒一點點鹽 一樣胡椒 那洋蔥這邊已經差不多了 我把它拿起來 兩邊煎完對不對 我現在轉小火 我讓它裡面熟成了齁 來摸摸看 這樣的彈性 其實它就介於在三分到五分之間了 然後我們這時候我們就把起司加進去 我們起司加對不對 準備一個蓋子 然後呢我們在旁邊加一點點的水 我們要用水蒸氣 讓起司去融化 那我們準備的起司呢 其實你可以用這種起司片 比較好買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準備這種起司吃 來我們看喔 有沒有看到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用了 來我們準備我們漢堡 麵包 麵包的話其實我喜歡比較硬一點 來我們這時候鍋內我們會下一點奶油 等一下融化之後我們就讓這兩面去塗抹它就好 按飽的表面就會非常的酥脆金黃 個人是那種 重口味主義者齁 所以我會再加兩根培根 把它煎得焦焦脆脆的 對還是漢堡 好好吃喔 要講口感嗎 應該不用吧 我看都知道很好吃吧 好喝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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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喝喔 打開